WHO秘書處日前13點聲明回應台灣 總統蔡英文表示 申請參加會議被拒絕7成 不是應有待遇 台灣以行動證明幫助世界 世衛秘書處15日記者會 日本媒體提問 美國批評WHO沒有重視台灣的早期示警 向世界公布 譚德塞沒有回答 另外三名世衛官員接力10分鐘待答 拿出中共所謂的一個中國 聯合國275號與WHA決議當黨箭牌 外交部強烈不滿 指出世衛錯誤引用決議 該決議只處理所謂中國代表權 無關台灣人民 並沒有提到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兩個決議都沒有妥善地 來處理台灣2300萬人民 來參加聯合國 以及它相關的專門機構的問題 更沒有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 可以在聯合國體系裡面代表台灣 均跟台灣的人民沒有關係 不要淪為來打壓 台灣2300萬人民的 一個健康人權的幫凶 台灣疫情中心證實 世衛組織專家已在15日主動與台灣聯繫 交換意見 陳時中表示WHO會聚世界很多專家 有好體質卻變得掉 希望回歸專業與台灣共同努力 近來在這樣裡面就覺得 有一部分是稍微變得掉 WHO現在大概已經看到台灣了 比起以前都看不到 我想是已經往前走了一大步 新唐人亞太電視黃燕玲 王冠玲 張東旭 台灣台北報導 有些人不察覺的信息在裡面嗎 有些人不察覺的信息在裡面嗎